來 看一下這是我們今天的晚餐 在這地下街 來 爸爸媽媽 還點了一個鹹酥雞 離開台灣只會想吃的就是鹹酥雞 對 還有牛肉蜜 可能比較難買到吧 然後今天還吃了豆花 還有什麼是想吃沒吃到的 我想一下 萬榮雞排 還有蛋餅 鯉白蛋餅 是我要離開要吃還是你要吃 拜拜 每一天晚上 每一天晚上就睡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丹 那今天是3月17號 然後我現在人在阿姆斯特丹的機場 那今天是我開始在歐洲工作 歐洲居住的第一天 所以想說想要把這個特別的一天給記錄下來 那這一次是我第一次拿荷蘭的Walking Visa進來 然後剛才海關就問我說 欸你來這邊Purpose是什麼啊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是拿Walking Visa進來的 那他就沒有再多問太多 只有問說我是做哪個行業的產品是什麼 是這樣子 那我現在要去拿行李 所以這個行李真的超多 然後今天呢 除了會去看公司幫我做的房子 然後會去採買一些東西 那會去市政廳辦我需要的東西 然後可能會去離房開戶 那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我第一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自己也還蠻好奇的 那其實為什麼會想要拍這支影片喔 主要是因為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人生當中啊 有太多的第一天 有太多的第一次 像是我們第一天上幼稚園 或者是第一天當兵 或者是交女朋友的第一天 或者是開始上班的第一天 那個每個的第一天都是個非常特別的時刻 那我們頻道的初衷呢 其實就是想要把每個時刻都記錄下來 那我們想要回頭去回想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回去看 而且實際上我們會去想說 我們上班的第一天 或者上學的第一天 那天發生什麼什麼事情 看哪一些人碰了面 做哪些互動 我們都很常會去想這些事情 所以呢 才想說用影片呢 我也想要把我們的第一天紀錄下 好我現在拿到行李了 那這些呢 就是我這次帶的行李箱 有兩咖的大行李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 裝腳踏車的 我這次呢 是用超級的行李箱裝的 到時候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行李箱 然後 行李呢 就是裝一些我日常穿着啊 然後日常用力 就這麼多了 哇一個人拿這麼多東西 然後我現在要去這個SPA 這個 transfer assistance 大家這次的機場接送 好那我現在呢 到了我們公司所在的這個城鎮 叫做Eindhoven 然後呢 剛才去了城鎮一趟 然後現在 來到了住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 它是在Eindhoven的上面一點點 叫做Best的一個地方 那我會選這裡呢 是因為 這裡的環境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 距離公司也很近 然後可能 騎腳踏車呢 就可以直直了 就可以到公司了 外面這邊呢 有兩個 這是放垃圾的地方 在荷蘭這邊 它會收一個收垃圾的錢 那每年呢 大概是100塊塊 然後這邊就有分 可以回收了 跟不可以回收的地方 這樣子 那這裡呢就是我在Eindhoven 會租六個月的地方 這裡進來 就是這個玄關 然後 它這邊有個小小的衣帽空間 我覺得還不錯 美樂一定也覺得這個很適合我 亂丟衣服的地方 然後 腳踏車先放在這裡 晚點再把它租起來 走進來 前面這邊就是一間雙人房 一間小房間 它配給我的是 這種上下鋪 這種 爸媽來或是 朋友來呢都可以租 小規制 它這裡很有趣喔 門都是用這種門 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 很怕燒起來是不是 然後 這裡一間 laundry 有洗衣服的 吸塵器 燙衣服的 這個是他們的電冷熱器 還不太知道這個怎麼用 再來走過來這邊 就是一邊廁所 然後一邊洗澡的地方 我覺得都還不錯 乾淨 我覺得我好像是小矮的 來到達林住的地方 超大的 每個都超大 那這邊 就是 廚房跟客廳 就是有簡單的家具 都有 這樣子 那 不錯的是這邊 外面還有一個陽台 其實也不知道幹嘛 然後外面這邊呢 是Storage room 我是那個 所以之後 像有一些腳踏車 比較大的行李箱 它就可以放在這裡面 那其實它這邊 該有的設備也都有 像是我們一般去外面住民宿一樣 洗碗機 然後咖啡機 熱水壺 好一些基本的 鍋碗瓢盆 杯子 鍋具啊 這邊也都有 好這個是冰箱 其實很不錯耶 很可惜這邊只能住六個月 不然我想要直接就住這裡好了 回坡爐 這是我今天的中餐 第一天中餐 太充滿了 還不知道吃什麼 先這樣 那在這邊就是 臥室 很大 很大的間 蠻大的 然後今天天氣不錯 好那我剛才去的市政廳辦了我的ID卡 然後辦了我的BSN BSN呢是Certificate Number 那它就是類似稅務號碼 要先拿到稅務號碼之後呢 才可以在銀行開戶 然後呢要先拿到ID卡之後呢 才可以正式的在荷蘭這邊的公司上班 我聽說現在已經變得滿方便 在同一棟building裡面呢 就可以一次辦好這兩個 那ID卡呢我今天就已經拿到了 那BSN呢它就需要三到四個工作天 那它會用email的方式寄給我 寄給我之後呢 我會再去銀行去做開戶這樣子 那現在晚上啦 我在住的地方附近看到這個 奧迪來這邊 因為我們以前就很常會逛這一間的 或者是Lidl 對 那所以來這邊買東西 看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好買完了 買了這些 大概就是美樂列在清單上面 要買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 今天晚餐跟明天中餐 這樣子買了 大概就花了台幣一千塊 啊 覺得在國外生活真的是不容易 每一餐呢 或者是每花一個錢呢 都要去算一下 好 來看一下我第一天買了什麼東西 這個 一盆的蛋 一大盆 好多顆 然後買優格 雞胸肉 炒麵 打30% 這個打算當今天的晚餐跟明天的中餐 然後花椰菜 其實花椰菜我都覺得在國外買 比在台灣買還要便宜 因為在台灣這樣子 一朵可能要50塊 但是在國外的話 這樣一朵可能50塊不到 然後牛奶 Nutella 麥片 水 對 雖然我同事說 在這邊水是可以直接水龍頭打開來直接喝 但是 不想說前幾天還是買個水好了 還有米 那冰箱 這是爸爸準備的吐司 一個兩個三個 好 這是今天的晚餐 這個 不好吃的炒麵 然後自己炒青菜 跟 超級洋色的水龍頭 好 那我剛才整理一下行李 然後把該收的東西收一收 然後把該放的東西放一放 然後把腳踏車組起來 那雖然腳踏車組失敗了 我不知道怎麼 我那個前夾器 越弄越緊 現在我前輪卡不進去 原本還卡進去 然後只是磨到一邊 煞車邊 那我的荷蘭第一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 在結束之前呢 我想要看一下 我朋友的 跟我媽媽寫給我的信 我記得我從小到大 就兩次離開家 那第一次呢 是在高中的時候 然後第二次呢 是在當病的時候 每一次呢 離開家 我媽都有寫公信給我 但是很可惜 都不知道被我收到哪裡去了 所以味覺用這影片的方式 來把這封信給記錄下來 那先看一下我朋友寫的 君子之交淡如水 即便只有偶爾能見 我想友誼仍然不滅 OK 好 謝謝 這張照片呢 是裡面的一個朋友 他的生日派對 然後我們在WHOTEL 年輕的時候 也不算真的很年輕 但是跟現在比OS 算是年輕 再來這個是 是耀德的 這個是我每次去洗貓空 認識了這麼多年 沒想到會有暫時分別的一天 然後 這張是祖榮的 某一年他生日的時候呢 我們在桃園的一個山上錄影 然後他們還寫了幾張 很棒的照片 這是我結婚的 美麗達百K的 這兩張是我挑出來很喜歡的照片 是我們全家全員到齊的照片 然後這是我跟美樂 我們兩個人在紐西蘭的合照 想說把這兩張帶過來 放在辦公室或放在家裡 想他們的時候就可以看一下 那再來是我媽寫的信 我媽寫的信向來是 超級催淚的 先看一下 這是我媽畫的畫 畫這個 我媽說我小時候呢 我在許願的時候 我總是會許說 我不想長大 對 真的我每一年呢 我每一年的生日 願望都是我不想長大 那我媽媽跟我說呢 人生無法停留腳步 歲月還是催促著我們 勇敢往前邁進 然後這邊我媽還寫到說 當我當時決定要結婚的時候呢 他跟我說 要結婚就要長長久久 永遠保持初發心 兩個人要學會 知足感恩善解包容 永遠相愛互相扶持 其實這次出國工作 我也不知道 最後會在這邊待多久 我會不會在這邊 繼續待著 或者是我會待多久之後 回台灣 那對我來說呢 其實最不捨的就是 我最捨不得的就是我家人 因為我們平常可能一個禮拜 至少會見一次 那現在到國外之後呢 可能 不曉得 多久之後才可以再見 好 那這一支呢 就是我在荷蘭的第一天的影片 未來會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那但是我們還是會 繼續努力的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歐洲的生活的點點滴滴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我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點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